Hello,大家好,我是曼仙 今天我们上午也是去排队做了个核酸 最近这边的话是一天一核酸 然后呢,我们今天过来把我的车里面所有的东西啊 全部再收拾一遍 尤其是这个后排 把那个床收拾出来 无论是我们明天到底是往哪边走 那这边后边都要收拾出来了 因为天冷了嘛 住在后排的话会比住在帐篷里面舒服吧 其实住帐篷里也不冷 就是隔音没有住在车里面那么好 因为我们的车里 你看啊 我们的车里然后把这个床铺好以后 睡觉的时候 我这个后边是有一个这样的小窗户的 这个通一点缝隙 这里面的空气就是畅通的 这样的话我整个里面其他窗户都可以关起来 不像其他小窗车啊 你窗户那个还留个缝啥啥的 我只需要把后边打开一点 行了 然后我今天过来就会把这个整个 全部收拾了 今天店里面还有两床被子没到 我这其实有睡袋的 其实我可以再垫一个那个零下20度的睡袋啥的 但是我不喜欢睡睡袋的 我更喜欢睡被子 我从睡这个睡袋的时候 我都会把它的拉链全部拉开 因为我觉得裹在里面太舒服感 盖被子还是舒服一些 我现在把这弄一下 在这里收拾收拾 这个天气别下雨了 我去 突然这么大片黑云飘过来 看这边还蓝天白云的 中午出太阳做核酸的时候 还是非常非常热的 一阵云 开始干活 先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 选择自由的人 都要背负自私的罪名 人们恨你与众不同 不按社会标准而活 但在内心深处 他们又渴望自己可以像你一样 有勇气这么做 是啊 谁不想这一生为自己而活 看 只是单单的一个后座 就这么多东西 真的我发现 有很多东西还是没必要的 但是吧 走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很必要 你就把它拿了 看 这么大一个空间 还是挺宽敞的 自己将就睡一睡 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宽度还是很宽 然后就是稍微长度 稍微要短一点 不到一米七 对于我的身高来说 差几厘米 但是将就睡一下 在如果是在那种 冰天雪地的地方 还是不错的 然后剩下的 我们可以到那个 休整的时候去民宿啊 去客栈 住在这里面会安全一点 你说在那高海拔 对吧 什么其他的不可怕 动物也不可怕 人最可怕 我们给它逼一扑 对吧 没有 必须 对 没 没有 没有 不 没 这个瑜伽垫的宽度是刚刚好 就是稍微长了点 不过长了点就折起来 放在枕头这边是比较好的 冬天了 把凉溪铺到底下 把瑜伽垫铺在上面 然后后边上面铺被子 对 这样的话一张小床就可以了 这个还可以给它放下来 拉这 可是这个放下来 只要底下能伸腿就行了 这个还可以再放东西 那边宽敞一些 就可以了 现在再给它铺上一层电热毯 这个是窗帘 不是电热毯 电热毯在这 专门买了一个上下空温的 因为有的时候在高海拔地方的话 其实上半身是不冷的 只是脚冷 这种上下空温的话省电 只需要开一半就行了 这个有开关、定时、温度、上下调温、智能恒温、充满 这么多功能 我们现在给它也铺上 这好软 这样就可以上上睡觉了 好了 这就基本铺好了 到上面再铺一床被子 我买了两床被子 铺一床盖一床 买了两个8斤的 10斤的棉花被 我喜欢用那种被子 羽绒被的话太轻 我觉得睡着保暖效果没有棉花被舒服 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但我是个人感觉吧 我比较喜欢睡棉花的 然后那边那个是电热毯的那个开关 到时候我给前面附近的那个座椅 不开车的时候嘛 停车休息的时候 给那边放个电瓶 就是我到移动户外电热一擦 这样的话整个被窝里就是暖暖和和的 外面管它零下20度还是30度 我的里面依旧暖和 呵呵呵 现在我要把这些东西收拾收拾 归一个地方 这个买的本来是那个放水的一个箱子 就是储存水的 所以我把这个放到这儿 还是让它在这储存水 我把这一收拾 就是这边有一些要用的东西我放在这儿 比如说单反呀无人机呀啥的都放在这儿 我先摆好吧 对前两天还买的两瓶这个 加到里面去吧 留着沾地方 加进去 这个盖子是真重 刚好也不多了 给它补满 玻璃水 2KG 超市买的 我在超市长那么便宜 别的地方是5就是2 这皮小 没看重量 不过这两小瓶是刚好 用大瓶的我只能加一瓶半 这还剩一点 满满当当 好嘞 还剩这么多咱呢 喝掉 它这个猛形为了清亮化 它前面的这些都是塑料壳 但是这个塑料壳好重 也不知道啥塑料 我觉得比铁板还重 应该说比驴板还重 好了 这次我们彻底归整齐了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 这边放的全部是移动电源 移动电源移动电源 这里面 这里面还是一个移动电源 这里面还是一个移动电源 这加在一起来是2度电 后面是2度电 4度电 然后这里面是我放的所有的饮用水 喝的水 就我跟他喝的水 然后这里有单反 无人机也全部都在这 这个还没装 等我们用的时候装 这是割挡的这个帘 窗帘 然后这边告一段落 给大家看一下后边 后边的话 这边是两个水桶 这样的话两个能装50升水 就是后面 我们如果自己做饭的话 洗洗涮涮涮的 用这个 这里面是泡咖啡啊 茶具 我就不打开了 那个冰箱我已经腾空了 过两天我们把它不禁买 就是买菜买肉给它装进去 把电擦上 桌子 这个鞋子本来里面是装 这个盒子里面是装衣服的 不是弄了一大包衣服 夏天衣服不穿的 我准备打包寄回去 这个里面现在放了 是我所有的鞋子 然后这个里面是 做饭的 锅啊 那个电饭煲啊啥在那里面 然后这个和那个是一个多功能锅 烧烤呀火锅呀 然后炒菜呀都可以 那这里面有一个洗车的 这个里面放的都是一些工具 就是拖车的 然后打气的 轮胎补气的 一些户外用的工具 那边就是天幕 是它的天幕 一些东西 这还有一个炉子 把它关上 整体就这样 然后这个炉子 就给它放了点刚刚好 这些上面有一些水壶 这个要用 这些里面都是一些咖啡 素冲的 但是这个咖啡不好喝 大致就这样子 对还有床 床 床上面那个大箱子里面 放的全是我的衣服 就是最近冬天用的衣服 上面的话是放了一些 县呀和挂车仔的一些东西 那里我堆了一些零食 睡觉的时候把它拿开 然后这里是放一些被子 然后晚上还会倒两床被子 我们再给它铺上 铺厚厚的被子 好了我们现在准备回去 吃晚餐了 天已经慢慢黑起来了 而且这个车啊 感觉还是房车的储物空间大呀 满满当当满当当的 怎么收拾都是满满当当的 还有一大包 明天我们走的时候把它寄出去 以后啥也不买了 啥也不买了 买了也放不下了 会儿子 要不要打开 好 好